它可以再精简 所以我刚刚有把这个程式在 等于跟刚刚一样 下载网页跟下载CSV 其实也蛮多地方都可以把它砍掉 有哪些地方可以把它砍掉 其实云端上我有再把它试了一下 我发现其实有些地方可以不需要 可以把它拿掉的 我把它back回来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假如说你这个地方没有改正确 原来是65001 如果你执行的话 它会变成下载的东西一定是乱码 所以如果你看到乱码 当然很简单 就变成这样子 很简单 其实说真的 不是65001 不就是950 除非你们公司可能有日文的 有韩文的 有越南文的 那个可能就是数字又不一样 那你怎么可以知道 就录制一下也会产生那个了 就把它改950 基本上执行一下就OK了 它就出来 一定应该就正确了 OK 没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的资料 比如说现在有总共有A到E 5个栏位 我刚刚讲过 5个栏位 E的话表示要显示 如果你那一栏 比如说我B栏 因为B栏好像全部都是蔬菜 我刚刚看了一下 坎座向下 从头到尾都是蔬菜 OK 所以它好像这边只有放蔬菜的价格 其他好像就没有了 如果说这个种类都一样 那其实没有必要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不希望它显示的话 很简单 这个数字代表是第几栏 所以你这个栏不要的话 请你改成9就好了 9的话就是不显示 所以如果不显示的话 你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本来应该是 会有 总共有5栏 你会发现如果这个9的话 那表示这一栏 就是第二栏就不见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规则吧 如果你最后 比如说哪一栏 比如说最后一栏这个不要的话 那你最后一栏就把它改成9 执行的话 那最后只会显示你要的那3栏 也就是说一个9就表示说 你有没有 这样就变只有 这总共只有3栏 本来要有5栏的 OK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地方 可能需要注意 另外最后的话 还有就是说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把它砍掉 哪些可以砍掉 其实从Name有没有 到那个pattern form上面这些 其实都可以把它杀掉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注解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编辑 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把它变成注解 另外的话 到哪里 这个好像一定要 那这边把它注解掉 还有哪个地方一定 这些其实都可以 这个一定要 因为这个编码方式 然后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true 就是什么 Come on 因为我们要按照 豆点 所以哪个是豆点的 Come on 按照 哪一个 这个吗 对 Come on 它就按照豆点分割 那你要为true 不然的话 如果你这个没有 你会发现 它那个come on 的豆点 它就没有 变没有分割了 如果你把它变成true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呢 就会帮你做分割 也就是说 其实呢 这其他的程式 其实理论上 都可以怎么样 delete掉 所以其实需要的 大概 就只有这几行 比如说先下载嘛 然后给它编码方式 给它那个分割方式 所以未来如果你分割方式 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要不一样的那个参数 最后这些都不要 就大功告成 最后精简的版本 我也有放一份在云端 所以以后你就照着call 你也不用重新录制 不用每次 最好再来录制一遍 不用 你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去做修改 它已经够精简了吧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其实我看网路上 也没有人特别讲这一部分 书上好像也没有特别讲这一部分 这有时候是实际上 因为是实际上的需求 我自己去把它就是try出来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这一部分 哇 我看了